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进去收看有Sunrider仙妮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 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智慧王 掌声鼓励鼓励 鼓励鼓励 好的 这个有三组要好好的加油了 这个单元呢会不会紧张啊 智慧王啊智慧王最有智慧的请举手 完全没有智慧的请举手 听不懂的请举手 对 我觉得今天今天的妹妹还蛮配合我的笑话的 是是 不错 you're pretty good 好了这个我们进行我们的智慧王 智慧王单元之前呢 我们要好好的介绍我们今天的初题大来宾 来Emily好好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律时事 好欢迎联盛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许志明律师 欢迎Robert 谢谢 谢谢 感谢 Welcome back sir I'm happy to be back 恭喜三组又晋级了 那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我这里的挑战 好的谢谢Robert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 好欢迎中医师杜承言 各位大家好 欢迎议师 人家说你的智商有一半是来自父亲的 有没有说错吧 那另外一半是来自哪里呢 至少是一半的吧 妈妈 是吗 是 我是早要跟你讲点冷笑话 我今天已经够冷了 你在家冷了 就不行 那我们今天就看看各位子女怎么样表现爸爸那个超高绝伦的百分之五十的智商吧 好的 谢谢杜与师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旅游人文 长荣航空 Deputy Manager Peter Kuo 欢迎Peter 很高兴再次回到本节目 那首先还是一样我要祝福在座的各位父亲 父亲节快乐 那今天呢同时呢你们有家人的一起参与 相信在运气上面必会给予加持啊 所以预祝你们也能够赢得大奖好不好 好 谢谢 Peter每次来就是带来很多的精神啊 给大家一点祝福啦 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趣味 欢迎中华民国乔委员郑一英女士 欢迎 欢迎郑女士 欢迎 大家好 先说父亲节快乐啊 那希望今天大家都有收获 我们在生活之中总是会发现一些趣味 但是呢我也希望在今天的游戏之中 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 好的 谢谢郑女士 好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智慧网 来第一组 好第一个类别由你们来选 你们选哪一个呢 先爸爸 Burlin Burlin 要不要选哪一个 健康养生 健康养生 好的 杜医师 我们向最容易的题目开始得分是吧 你确定吗 是的 这个会中文的 不用会外星文的都会这个答案 好我来现在讲讲中文吧 海森营养丰富 一般只是生生不息吗 这个听起来就是来闹的答案 你们答错了 打错了 来第二组第三组还有机会啊来赶快抢答 第三组 第三组已经抢到了第三组你们的答案是 三 哈哈哈哈 说的Amy Amy说的很有信心 三 你们还记得第三组是哪一个答案吗 好有部分杨分 与人 人 人生吧 人生相同 好就是这就是你们答案是不是 对 好的 不要害怕 你答对了 答对了 答对了恭喜 不对 节目的一部分就是要说话很有信心的 好的 这个恭喜第三组得了一分 来 第一组第二组要好好的加油了 第三组啊 因为你们答对了 所以呢下一个类别由你们来选 你看爸爸选 爸爸 生活趣味 好 来 这个郑女士 爸爸很有眼光啊 当然啊 因为他选你了 我们现时长啊 在美国都听到Lady First 那么在下面哪一些情况是不适用于女士优先 第一 上楼梯的时候 第二 下楼梯的时候 第三 进入叫车的时候 第四 进入餐厅的时候 第二 第一 上楼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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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女士优先 如果穿裙子的话 可能就不太 就比较好看吗 拜拜 不一样的好看啊 你答错了 答错了 来第三组你们的答案是 第一组 进入餐厅的时候 进入餐厅的时候 不适用于女士优先 有这个 有有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我没有听过 进餐厅有道理吗 有什么道理吗 有没有什么逻辑 还是你就是反正就猜猜吧 就猜猜吧 来 这女士 答错了 答错了 现在就轮到啊 还有机会来了 第一组啊 现在目前的 不是第一也不是第四 下楼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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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白头发还是对的 哈哈哈哈 答对了 第二 第一组 哎 这一组我刚才 我刚才这个题目很兴奋 说啊终于有英文 而且我通通都懂 但是我真的没有概念 下楼梯的时候是 不要说lady first 我都不想 因为怕女士摔下去 摔下去 你在抢接的 我先这样她如果摔下去 她就摔在我身上吗 是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 跳船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笑话我喜欢 好的 恭喜我们的第一组 得了一分 还有我们的第三组也有一分 第二组要好好的加油啊 cameron 全部都靠你 you gotta get a point for your team ok 好了 这个第一组了 这个哎 刚才是第一组啊 答对了吗对不对 第一组来剩下只有 旅游人文和法律实施 法律实施 我们还有这两个吗对不对 好 好这个旅游人文跟法律实施 你们来选 旅游人文 好 peter 请出题 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试题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 仔细听这个题目内容 请问全球一共有几大洲 几大洲 几大洲 对 就像那个节目 who's smarter than a fifth grader 对对对 五年级的都是最聪明的 我们其他都要想 呃 我知道有三个了 好恭喜第二组打对了 你大家都平分了 好好地加油了 来 you get the next topic 这个下一个列别由你们来选 不过只剩下一题了 就是我们就假装他们选你了 不得不选我 对对对 来 好在加州呢 我们不是租房呢 就是就是出租房子的人 那所以我们对租房子 跟出租房子的法律 应该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请问 加州法律规定房东出租住宅的时候 不需要提供房客下列哪一项的选择 一 冷气 二 暖气 三 瓦斯 四 电源 这个我知道 来第三组 冷气 恭喜答对了 答对了 第三组 不需要提供冷气 但暖气一定要提供了 加州法院来讲暖气是个必须品 是个必须品 因为冷会冷死人 就是我们暖气在这边很少用 好了 恭喜第三组得一分 目前呢你们得了两分 停牌了 要好好的加油了 来还有我们的第一组跟第二组各有一分呢 好继续了 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第三组啊 这个都空都空的 都空的 所以呢 这个四个类别你们都可以选了 来你们选哪一个呢 生活趣味 生活趣味 来 又被选上啊 你们最幸福啊 真幸福啊 真是啊 喜不喜欢吃炸猪排 喜不喜欢 喜欢啊 那么猪排我们吃的时候喜欢它香香脆脆的 但是在炸的时候有秘诀 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油锅里面放一项秘密武器 它炸出来呢是非常好吃的 下面四个啊 一 茄子 二 马铃薯 三 香菇 四 洋葱 都可以抢了 大家都有概念吗 每个人有想法了 来 每个人好像知道了 Kameron 你知道答案吗 洋葱 洋葱 不对耶 差一点点来 第三组 马铃薯 答对了 恭喜第三组 恭喜第三组了 你们最厉害就晋级到下一关了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好的这个 哎呦太遗憾了 我们的第一组跟第二组啊 没有机会到我们的最后一关呢 不过你们今天来我们还是很开心呢 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crowds Andy And Berlin You could say together 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跟我爸爸说 今天是父亲节 爸爸我爱你 好感动 爸爸 这个儿子不错了 感动感动 来 所以又喜欢又讨厌 说得好 好 我们儿子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 来 我们的第二组 Mike and Cameron Sorry you guys didn't win 很可惜了 不过呢 还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吧 谢谢就是让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觉得我跟 Cameron 在这里有很多的bonding time 然后也知道他有真的在念书 真的有在念书 可是绝对没有在煮菜 Cameron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爸爸说一下 我很爱爸爸 爸爸也很爱你啊 哎呦 要是我是Cameron 我就会马上哭了 我很容易被感动 幸亏她不是Cameron的姐姐 或者是其他的sibling 对对对对 好了 再一次谢谢第一组跟第二组 第三组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高达一千块的奖金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我们的金头脑 第三组 这个是他的右边还是第二组 这第三组 tä 这个第三组 对 我觉得我们观众愚愚愚愚聪明 Yeah they're getting better at understanding what we're trying to do 她过得更好 这第三组 对 绝定 I'm sure 要不要换 不要换 要不要换 不用 我怎么样 他就换 换名赞助 Sound Raider 仙尼雷德 荣誉赞助 Septer 塞浦特精品电视 许氏深夜集团 金兰食品 长荣航空 感谢特约伙伴